我们学佛人经常会讲 我要弘法 到底怎么弘法 弘法的目的 实际上弘法就是将最好的佛法和这个法门 告诉所有的有缘众生 使知味流通 什么叫流通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知道的人 他们自己能够搭上这艘佛船 知道了之后 不珍惜的人 他就错过了这一班车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必须要让人家知道这个信息 这也就是学佛人应该做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很多人弘法 首先要知道 我们弘的什么法 我们自己做成了什么样的弘法之人 就如如一个人想推销 一个人想让人家知道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一样 他自己自身很重要 这就是我们说 他自己的行为和形象和思维给人家产生的印象 是特别重要的 有些人整天的在骂人 在骇人 就这种人如果出去跟人家说法 去红法 没有一个会相信的 没有一个人会听从他的劝 实际上 实际上他非但没有弘到法 他还是破坏了这个法门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为某一个佛法在弘法的时候 实际上他必须要高境界 他必须自己是一个大护持 他必须要开悟各个方面 他才能得到弘法立身的善根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佛道以道群里 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 就是来引导和领导这种大家的愚痴和迷惑 群魔就是大家群众都是很迷惑的 而一切韩世 就是你一切人的意识当中 你必须要恭敬菩萨的形象 要培植他们的善根 这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善根 而每一个人意识当中 从来就有尊师众道的意识 所以你这个善根怎么样来培植呢 你怎么样来启发你内心 对佛菩萨的尊敬 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叫文法修持 文法修持 也就是说 当你闻到了这个法门 当你闻到了这个佛法 你要好好地坚持 修持自己 所以你的心 才会开发 你的悟性 才会出来 你对什么事情都理解了 都开悟了 你的心地 就善良 要懂啊 流通之人 去征修 实践之身 也就是说 当你去度人 弘法的时候 你这个人必须要自己征修啊 而且你必须是要自己 在实践当中 才能度人了 因为你没有 担有理论 你没有实践 你是说服不了人的 就像我们去度人的时候 当一个人过去 身过癌症 他现在癌症好了 这样的话 他去说服人家 和一个没有 生过癌症的人 去说服人家 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一个人 生过癌症之后 他可以把他切身的体会 告诉另外一位癌症患者 他可以增强他的信心 他可以让他知道 我就是这么好起来的 我就是这么修心念经好的 你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而当一个人去劝他的时候 自己没生过病 而嘴巴里 讲了一套套的理论 最后这位病人会说 你没有生这个病 你不能理解我的感情的 这就是学佛 不单要学理论 而且要学实践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要明白 我们如果有一点 会命和会根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内护和外护 内护是什么呢 就是护住自己的良心 我们要护持住自己的本性 不要让他变恶 我们无论如何要明白 我们要禁戒 我们的戒律 我们一定要禁止他 我们一定不能犯戒 因为我们不能害人 我们不能骂人 我们不能打人 我们不能偷人家的东西 我们不能抢人家的 我们不能杀盗盈望旧 我们内护就是护的这个心 让他多一点良心 我们这样才能修成敬业 试想一下 什么叫敬业 就是干净的善业 因为你有干净的善业 你才好 所以 外修 外护是什么呢 就是要帮助人家 要不惜资财 也就是说 不要自己整天的知道赚人家的钱财 要广众福田 要普遗乳 要普遗众人 要普遗众人发起信心 就是你以身作折 整天的给人家看到你在念经 你在修心 你每一天的变化 而且你每一天生活在快乐之中 你在布施啊 这样大家才会升起信心 大家才会相信你 所以要内外相资啊 资就是资本的资 也就是说你内外要相应啊 你这个法佛法才会流通啊 你用心去帮助人家 你又用行为去做善事 人家就会听你的了 所以学佛人如果没有道德的内护 也就是说当一个学佛人 他的道德不强 他整天的还在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的良心是没有的 这种人不能为人师表啊 这种人在社会上 他不能得到众生的拥护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外护 也就是说你的内护就是你的良心和你的本性 外护呢就是你应该做很多善事去帮助人家 所以没有这些 你怎么样来露涅槃呢 你怎么样来让自己的灵性干净呢 所以真正想要弘法的人 要内护和外护要赚衣 内以诚心 内以诚心 以诚意 弘法 外以行为举止 行善积德 来让众生幸福 这样才能流通佛法 普利喊事啊 远法 未经论 欣赌 感兴趣